好 我们现在看吧个按锡的 so 这一个是 pascal triangle 这个是1加34 3加361加34 然后这一边他要我们 simplify 这一个 所以这一个是四分题 然后他要我们 simplify 这两个 so 第一个的这一个呢 他都是3的倍数 三周出来 5m-2 然后他还是照样除一个 12 然后他就有1334312 所以他答案会变成5m-2 然后整个东西除10 这一个给他沉进去 沉进去 12j-15k 2k-8j square-14j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2j -15k-8j square 很奇怪 很奇怪 把简抽出来 2j加15k加8j square 我觉得 老师应该是没有希望我们抽那个简出来啊 12 2-14k-2 就减2 就减2 哼 我觉得可能写到这一行就够了啦 但是看到全部都是9减我就想啊把那个减也抽出来 好 接着 他要我们找radius 是多少 他的ark 是20 然后他data是60 所以我们知道ark等于data per 360 60 2pi r 然后他的pi是用3.142 所以我的20等于60 360 2 3.142 然后啊 然后我这边越减166636 所以我的r 直接是20 乘6 除 2乘3.142 所以 20乘6 除 2 除 3.142 19 点 他要我们写成 两个小数位 两个小数位的话呢 这样我这边我应该要进位 所以他会变成19.10 cm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ok 他要我们factorize completely 这一些 so 我们要跟他抽出来 所以第1个 这一个是经典的题目 ok 我们知道他是属于m square -9 square 当他是两个term 中间是减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a square-b square 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变成m加9 m-9 然后 接着 这一个呢 我们就看 c 是negative 所以他是属于different sign 然后 我们用来减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开挂幅 然后x2x 4728 然后中间是减 大的是减 然后这个是加 所以这个就是他答案了 然后有一些老师就会讲 哎你要写那个 给我看x-4 然后2x加7 然后这一边交叉成7x-8x 所以减x-28 2x2 2x2-28-x 这样 ok 可是我事实上刚刚我在做的时候 我根本都没有做这一个东西 我是教我的学生直接看 因为你到了4x4的时候 你必须要学会直接看 ok 然后 第三个这个我们就看前面两个 一样的抽出来 后面两个一样的抽出来 可是在这一边他前面跟后面都没有东西一样 所以我先移一下 我把这个写成 2pr 减6ps 加15qs 减5qr 好 这样的话呢我们有4个term 前面两个一样的抽出来 2pr r减3s 后面两个一样的抽出来 5q 3s-r 3s-r跟这一个他不一样哎 所以我这一边我应该抽 减5q 减3s加r 所以他就会变成2p减5q 然后r减3s 好 接着 他说正方形他的边长 每分钟 加2cm ok 然后 leng pattern of the algebra expression 你又心里想啊 他是246 然后246其实就 呃都是2的倍数啊对吗 然后他其实是2n哦 n等于123哦 点点点这样哦 ok ok 然后 呃 其实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可以是这样的 你就2等于2乘1 然后4等于 那个2乘2 6等于2乘3 然后这样继续哦 2n呢 然后如果你用我的方法的话 我们知道他是重复的加2 前一个是0 所以我的tn呢 是0加2n n等于123 0加2n就直接2n了 ok at第10minutes ok 所以第10minutes的时候 第10minutes的话呢 他的leng of 10呢 会是等于 呃 2乘10 然后他是20 cm 所以他的area呢 会是等于20乘20 所以他是400cm 好 好接着在这一边他有一个圆圈 在一个正方形里面 find the area of shared region 我们知道这个 边长是4.2 那么他的 diameter for这个圆圈也是4.2 所以我的diameter是4.2 所以radius是4.2除2 2.1 然后我的area a of square是πr square 所以他是220乘2.1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 22除7 乘2.1的square 所以拿到的是13.86 然后我的area 然后我的area of正方形是4.2乘4.2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是4.2square 然后他是17.60 所以我的area of shared region会是17.64 就是减掉13.86 所以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是17.64 减13.86 所以他拿到的是3.78 cm square 好 好 接着他要我们 express 这一个 single fraction in the simplest form so 这一边他的分母这个x-5x-5 一样这个有3这个没有3 所以这边要乘3 所以他变成10的x加5x加2 整个除 那个3 挂5x-5 所以我有17x加2 然后 他 根本不能够factorize任何的东西 所以他的这个答案就会是17x 432x加5 17x加2 over3挂5x-5 对 好 好 接着 tina single 的长度是这个 宽度是这个 他的area是什么 这个是leng 这个是vif so area 是leng 成vif 哎 那个 长方形吗 leng跟vif 是什么 所以他就是2x加5y乘3x-7y 所以我们这个乘乘乘乘乘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6x2-14xy加15xy-35y square 所以这一个他就会变成了6x2加6y-35y square 好 5x-w 5x-w приех 5x-w 他和我拥有 5x-w w v 等于5加 w square 记住我要的是 v 所以我的 v 是5加 w 的 square 除2 w 好就是这样 好接着这一题呢 还要我们用那个 conversus 还有 ruler 来找他的 center 找了他的 center 之后呢 再量他的 radius 是多少 cm 好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呢 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画两条直线 我通常都是左边一条鞋的 然后右边一条鞋 你不要画平行啊 接着 接着你就拿原规 然后开超过一半 然后你就上面一撇 然后再来 下面这边一撇 接着你在这一个点这一边 ok 你在这一边这一个点这一边 你也下面一撇 然后在上面一撇 然后接着你把这两条连接起来 这一个就是这一条线的垂直平坤线 接着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也插在这一边 ok 然后上面一撇 再来下面一撇 再来下面一撇 在另一边这一边 ok ok 另一边这一边 我也下面一撇 再来上面一撇 接着我再把这两条线 连接起来 好 当我这样做之后 他交界的地方就是他的那个 center of sco 圆圈的center 好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一个地方 交界的这个地方是他的center 然后接着我们要量他的center是多少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圆规 ok 你可以 呃直接用车来量就是你的圆心 然后来到旁边 这一边 ok 我量到的是6.8cm 好 我这一边我自己是量到 6.8 呃 8 6.8 ok 然后 我的学生呢 我并缩小给他们呢 他们拿到 呃 2.8 或2.9 或者是3.0啊 ok so 正常老师会有一个range 接受的range 好 接着我们知道 然后sum of exterior angle 是360度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360度 减掉65度 减掉60度 减掉62度 减掉54度 再减掉64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这一个360 减65 减60 减62 减54 减64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55 对55度 接着下一题 他一个电讯公司 他formula是这样 来算 那个顾客的 每个月的账单 C是总共的费用 M是他 打了多久的电话 然后 阿命呢 给他 他爸爸给他90块的 pocket money 他的full call 2.2 又二分之一小时 M代表这个分钟 所有的M是 2.5 5×60 分钟 所以我在这一边 2.5×60 150 他总共打了150分钟 然后 呃 was he able to pay for the full bill for the month if he already spent 30块在 付 所以他有多少钱呢 他现在money left呢 他是等于90块点到30块 还有60块 他的c呢 是20 加2×150 除5 这一个 155 3 60 哇 80哦 哇 这样他的电话费是80块 这个少过80 6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he is not able to pay for the telephone bill bill 然后我这一边他少了多少呢 他少了80-60 20 然后 呃 bill cost rm 80 and he have rm 60 short rm 20 不够20块 好 好 在这一个图里面 abcd 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 他有四个 similar的 形状 然后 find the number of size of each regular polygon 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题其实很简单了 你看啊 我这一个是regular polygon 这样拉线出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外角 这样他外角是多少度呢 他的外角是45度 所以我们知道他的exterior angle是45度 所以我的andu直接360度除以45度 所以他这个是霸边形 发赛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 有一些同学他不会 他就讲这边是90度 这样他内角是多少呢 他内角就会是等于360度减掉90度 再除二 然后是135度 这样我们有内角之后呢 他的外角就会是等于180度减掉135度 所以他是45度 接着我们又回到这一边 这样我直接用我刚刚这样的方法就更快了 好 所以这一个他是octagon 全部没有要求我们讲 但是我还是找出来 所以在这一边他要我们copy the diagram beel with the correct number to compare the property of a cone 跟cylinder cone是什么东西 cone是这样 所以他有一个平的面 一个尖角 一个curve surface cylinder是什么 cylinder是这样 所以他有两个平的面 然后0个尖角 一个curve surface 好 B的这一题 他是一个长方形 有两个正方形 然后area of shaded region 是s 所以我的s呢 是7p 减掉两个q square 就是这样而已哦 因为我知道area of 长方形 是7乘p 也就是7p area of square 是q乘q 也就是q square 所以7p减掉两个q square 然后他的p是9 79减到两个2.5的square 它会变成12.5 所以我在这一边7乘9键 所以他会变成了50.5cm square 好 接着 长方形的卡的面积是这样 然后 他可以 剪成长方形的边长是x加5 吗 ok so 我们在这一边我看到他有4个terms so 当他是4个terms的时候 我们就做分组分解法 然后他的学校老师哦 很恐怖哎 他们的分组分解法哦 不是直接就给你分组分解的 你还要自己换位置 5y抽出来 剩下x加2 后面3抽出来还有x加2 所以他会变成5y加3 所以他会变成5y加3 然后x加2 他不是x加5的倍数 ok so 呃 他这一个 他这一个 这一个 呃 cannot 然后,什么, she cannot cut the cardboard into rectangular piece rectangular piece of length x-5 cm without any remaining cardboard remaining cardboard because, ok, because,这一个东西 等于5y加3x加2 is not divisible by x加5 或者是你说 is not multiple of x加5 它不是 x加5的倍数 好,第六题 十二,十八,三,十四,二 然后,是 prime factor next number that satisfied 下一个会是什么 下一个,我们知道 prime number 是值数,二,三,五,七,十一,十三,十七,十九 然后,二,三,二,九,继续 ok 然后,呃 他的这一边,他是二,三,五,七 这样下一个应该是十一,乘二乘三 下一个,十一乘二乘三 都是乘二跟乘三 乘二乘三,什么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十一乘二乘三 这个是六十六 然后,我下一个是十三 是七十八 然后,再下一个是十七 一零二 再下一个是十九 一一四 再下一个是二三 一三八 超过了 ok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不可以 然后 这一个可以 第一次 然后,这一个 102 更小 ok 所以,他是 十九 乘二乘三 等于 第一次 好 honey want to construct a regular polygon that have interior angle 200度 xpain xpain 我知道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那个 interior angle呢 是n-2 然后,乘百八 除以n 然后,我们这一边呢 假设啦 你看啊 我这一边我有这个挂弧 x-2 乘百八 除x 我放20个边的话呢 他162度 我甚至放到很大100个边的时候呢 他都是176度 ok 这一个东西 他 就 你放 非常多边都好 他都 不会到180度 ok integrate angle for regular polygon 是这一个 他是小过180度 ok 可是我的200度大过180度 ok 所以 所以 Honey cannot construct a regular polygon that have interior angle 200度 to because interior angle of regular polygon of regular polygon for the head of a cartoon character make for a regular pentagon 2 square regular pentagon square 然后 construct this draft accurate by using a ruler and a pair of compasses 4cm 好 在这边呢 我知道 如果他是五边形的话 他是108度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 首先我先画一条线 4cm的线 ok 然后 这一边我有画4cm的线 这一个 画下去 1234 4cm的线 好我画了这个4cm的线之后呢 我就 108度 ok 我要的是108度 好 108度 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 是要108度 好 10 这一边我这一个是这样 ok ok 然后画这个是108度 下去 ok 108度 好 接着 我也可以是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是108度 这样 108 在这一边 108 然后 这一边的时候我要的只是4cm而已 ok 他这一个是4cm 我要4cm而已 好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要4cm而已 所以我这一个我用原规 2 4cm 所以我在这一个地方 我就画 4cm 然后我在这边我也画4cm 然后我在这一边 插在这一个我画4cm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也画4cm ok 这个我也画4cm 好 这样我这一些连接起来呢 他就是一个 看他个呢 108度 然后每一个变长都是4cm 然后在这一边他旁边这一个是 正方形 我旁边这个要画正方形 然后画正方形的情况之下呢 呃 他有讲 他要 ruler 跟conversus 而已 呃 这一个他只是ruler 跟conversus罢了 他不接受 那一个 所以我这样的画法其实是错的 因为他其实是不接受这一个 这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要90度的话呢 在这一边 90度 4cm 4cm 90度 这一个 90度 90度 好 90度 然后这一边这一个也是90度 然后接着这一边呢 这一个 我在这一边这一个也是90度 然后这一个也是90度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量4cm ok 我量4cm 然后连接起来 然后这一边也是 连接起来 然后接着这一边也连接起来 然后接着这一个也连接起来 好 然后再跟他 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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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个是有用到那一个 啊 protector ok 这一个是有用到protector ok 然后我这样的一种画法是有用到protector ok 然后他这一个他要我们画 with compersers 罢了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个画法 其实是错 因为我这个画法我用到那个protector ok 然后可是用compersers而已的话呢 呃 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就是说我的那个 4cm的 这一个就是说我们正常在这一边 我要画那个 呃 什么东西 我就开4cm 然后我圆这一边 然后等下呢 在这边我先画一个圆形在这边 然后以这个为圆形 画4cm 然后接着呢 我们知道呃 那个180度除5 不是360度除5他是72度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 必须要用到72度啊 我还是需要72度 然后这一边我这一个是72度 72度 然后接着我在这一边我又再量72度 然后 我再来这一个 我再来这一个 他就是72度 然后再来一个72度 然后我再把这一些连接起来 可是他的问题是我这一个 来到这一边 ok 来到这一边 他的这一个来到这一边 他的这一个来到这一边 他不是4cm 他这个超过4cm 而且我还是要用到 那个半延尺 所以这一题 我觉得用我刚刚这样的方法是 可以的啦 ok 因为我这样画了一个4cm的 这一个 polygon regular pentagon 还是不能够符合题目的要求 因为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我跟他连接起来 这一些跟他连接起来 他是regular pentagon 可是这个regular pentagon呢 他没有那一个 他不是4cm 这个他不是4cm 这个是4 这个是4 可是这个不等于4 所以我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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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这题存移啊 好就是这样 这一份考卷就是这样